做一生的事 志友啊,你們來了 多虧了你們 現在的場子比想像中還要好 哈哈哈哈哈哈 完全是一副準備就緒的樣子了 旅行者,派蒙,多謝你們 不要說這麼見外的話了 你們這樣可一點也不搖滾哦 警官,你倒是學的很快嘛 我还听说今晚你也打算要上台和本大爷摆摆手味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的 真是的 得我沙克这家伙 不敢了吧 毕竟本大爷可是连续好多件的黄龙豪哥会冠军 我就是谦逊 谦逊 我摇滚着呢 那 就来比一比啊 比 比就比 谁怕谁啊 那个倒是完全走进死胡同了 五郎兄弟说不知道 阿守他们在稻妻城也没打听到什么 难道那只狗正在天守阁 所以才找不到 你可不要又随便闯进天守阁啊 不然沙罗会很头疼的 你说得对 总是麻烦那家伙 本大爷也许真的会遭雷劈 所以这次只是往天守阁里扔了些小纸条 希望那个雷电将军能看到 然后把狗交出来 喂喂 那也是很危险的行为吧 看来陆爷愿同心的猜测是正确的 可能这就只是个香野传说而已 太遗憾了 只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 本大爷得去找个地方 排练一下今晚的表演 阿金瓜 歌思和曲谱就在那边的乐曲排练区 晚上可别临阵脱逃 少嚣张了放牛的 让我们看看谁才是最摇滚的那个 那我们就今晚见了 等会儿我也要去乐曲排练去练习一下 我可不想输给一斗那家伙 对了 这次我们送了不少邀请函 有一些朋友已经到了 刚才还打听了你 想去见见他们吗 哦 是荒隆派请来的大家吗 啊 不知道灯有谁呢 我们这会儿先去找找他们吧 这位西娜小姐好像有几分眼熟 不 服侍也 珊瑚公大人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她看起来简直就像 就像 武郎 仙海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旅行着和拍盟 好久不见 见到你们真高兴 我们刚才还去了 阿忍小姐那边找你们 没想到你们也来参加 荒隆派的音乐节呢 这不算什么 前些天我在玄师月刊 收到了这样的咨询 就想着不如帮帮忙 原来是那位荒隆一斗阁下 好 况且 珊瑚公大人也很支持这件事 嗯 来自异国的摇滚音乐节 应该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吧 况且 关于生命的主题也颇有意义 说到主题 据说是跟一只战场中的小狗有关呢 可惜那个好像只是个传言 你们听过 略有耳闻 但也不清楚内情呢 嗯 我也一样 回答得太快了吧 是因为荒隆一斗阁下早就前来打听过了 其实 我们也很想帮忙 没错 没错 啊 那个 其实我也有事想请教你们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位希娜小姐的容貌很眼熟呢 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嗯 这个 难道是我的错觉 哎呀 就是长得跟谁比较像嘛 旅行者和他哥哥不也很像嘛 这点是一点也不奇怪 你不要多想啦 原来如此 不然 这样说也有道理 旅行者 我们还是先溜吧 倒门 还有哪儿呢 ……到底像誰呢…… 嘿嘿,你來了,這幾天有收到我寄過來的信嗎? 哦……難道屏藏已經有眉目了嗎? 眉目是有一點,但還少了拼圖的最後一塊,眼下我還不能斷言什麼,不過我猜測,這個傳言跟射凤行還有珊瑚宮雙方都有關係 射凤行……珊瑚宮……在打仗的時候…… 噓……不要那麼激動了,還只是猜測 ……我已經寫信回了所裡,不用多久就能收到回覆了,大和田雨利應該能幫忙找到我需要的,所以也請你們耐心地等一等吧 ……要不是不想錯過今晚易斗老兄上台獻唱,我就自己回所裡一趟了 ……哇哦,居然這麼有看點,我留下來真是太正確了 ……今晚,神之嘴能否立壓花劍版搖滾魔王,晉級神之嗓呢? ……哈哈哈,我拭目以待 ……你們兩個,不要又給我取什麼奇怪的外號啊 ……真厲害啊,小公小姐,居然把煙花送到了這麼遠的地方 ……嘿嘿,因為之前答應過一斗,要給他們的祭典準備煙花,可不能食言呀 ……嘿,托馬,小公…… ……嘿,旅行者派盟,你們也來了,太好了 ……哈哈哈,這下是要好好感謝黃龍派了,要不是他們辦的這個活動,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跟你再見 ……嘿嘿,聽出來了嗎? ……啊,托馬先生在埋怨你們呢,都不會來見見老朋友 ……說得沒錯,雖然旅途很重要,但是累了要記得回來休息,以後我們負責接風洗塵 ……嘿,跟我們客氣什麼啦,對啦,我要跟你們分享一件好玩的事兒 ……聽一斗說,這次音樂節的主題來自於一隻在戰場上救出小動物的狗,好神奇啊 ……誒,消息靈通的托馬先生知道這件事嗎? ……可真是難倒我了,看來我的朋友裡面還少了一隻關鍵的狗啊 ……哈哈哈 ……不過,如果說真有這麼一件事,我覺得跟海七島有關 ……因為不管那家伙伸手多好,要想不留痕跡,神出鬼沒地出入戰場 ……得有人幫忙掩蓋行蹤才行吧 ………… ……據我所知,幕府軍中不存在這種事 ……所以,那其實是一隻珊瑚公軍的狗,專門負責在戰場救出小動物 ……嗯,有點奇怪,在打仗的時候專門派一隻狗去救小動物 ……珊瑚公軍真的有這份經歷嗎? ……哦,那就不是珊瑚公軍這邊的,那就還是幕府軍那邊的 ……所以以我看,更大的可能,這是德沃沙克先生編出來的故事,為了表達某種東西 ……畢竟他是個搖滾藝術家,就是負責用搖滾來表達我們不懂的東西吧 ……是不是就像看煙花一樣?不用問,只要去感受就好了 ……我好像又能理解了,嘿,果然蕭公也是藝術家,煙花藝術家 ……嘿嘿,那今晚可不要錯過本藝術家的環節哦 ……哎呀,沒想到居然來了這麼多朋友,我得好好練習一下,不然今晚一定會丟人的 ……我們快去樂曲排練區吧 ……看來托馬先生對藝術也有一番禁忌呀 ……藝術嗎?織毛衣算不算? ……當然算,嘿,知毛衣藝術家 ……但是感覺不怎麼搖滾的樣子啊,今天的場合就完全用不上啊 ……嗯,那不如,把搖滾兩個字織在毛衣上,嘿嘿,然後發給大家穿 ……誒,好主意,下次我試試 ……如果是九條沙羅大人收到了我的信,他不會故意不給我回信吧?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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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行者,要去見見朋友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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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等我杀客大叔 你果然还在这里呢 嗯 我在检查晚上要用的设备 曲谱和歌词 听二人小姐说 轻小说在到期很受欢迎 所以我修改了一下旋律和歌词 现在是更适合荒龙派和轻小说的版本 摇滚乐加轻小说 哦 轻摇滚乐 哈哈哈哈 倒也没那么大变化 只是删掉了那只狗的戏份 把它换成了伊斗兄喜欢的鬼斗虫 毕竟能办成这次活动 伊斗兄功不可没 这就算对他的感谢吧 哎 删掉了狗的戏份 可那不是这次音乐节的动机吗 就因为只是一个动机而已 如果把它换成鬼斗虫 或你或我或别的什么 他的精神也存在着 精神 什么精神 嗯 摇滚精神 说了等于没说嘛 哈哈哈哈 朋友们 我们只要好好感受音乐就好 好吧 德沃沙克大叔 那你能不能让我先感受一下 因为我也要准备准备 晚上可不能让那个放牛的一个人出风头 当然没问题 看来派蒙小姐也决定要上台了呀 请说好曲谱和歌词吧 这下真是令人期待 嘿嘿 你让我看看 歌名是 转身成为鬼斗虫 然后中翻世界 这是什么奇怪的歌名 这就是摇滚 是轻摇滚 你先不要看嘛 就好好等着吧 让我晚上唱给你听 我一定比那个放牛的更摇滚 这下真是什么 你说真是什么 他怎么想上台 这是什么 这个祭物 这是什么 他什么 是什么 没有 那个最后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今晚最后两位嘉宾 荒龙一斗阁下 派蒙小姐 两位将为我们带来本次庆典最后的主题歌曲 转身成为鬼兜虫 然后撞翻世界 有请 黑呀 遇见魔肉双齿下 药力熄灭的火炬 是最后的边火 悠悠我呀 一缠足足五百磨辣 欧两百六 给老八 剩下三百给老马 三只将军线 手一手识干装 所以赶快转身 成为鬼兜虫马 是只愿干与脚中子 要在学阶的丑莲上刹出破 秋红的花 她在学阶上 原来这就是摇滚乐呀 嗯 跟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呢 跟我以前听过的也不一样 可能是一种新奇的摇滚类型吧 怎么样啊 本大爷的表演还可以吗 爱情瓜应该已经完全被比下去了吧 少臭屁了放牛的 明明你才是惨败的那个 别争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厉害呀 没错 简直让我们大开眼界 嗯 可以称为旗鼓相当的对手 真的吗 这有你觉得呢 你觉得刚才我们谁个摇滚 哈哈 旅行者可是会永远站在我这边哦 小小放牛的 可笑可笑 哎 金管 他是怕你伤心才故意这样说的 本大爷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哈哈哈哈 大家就别再争论这些了 无论是一斗兄还是派蒙小姐的演唱 都让我十分感动 没有大家的帮助 就没有这场音乐节我都不知道要如何感谢 沙克兄 说这种话真是太见外了 要不是遇见了你 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摇滚精神 摇滚精神 那是什么 摇滚越野有精神吗 是摇摇晃晃往前滚的精神 就像我们晃龙派一样 才不是呢 给我沙克大叔 快用标准答案批评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啊 标准答案嘛 可摇滚是一种感受 我们感受的都是自己的故事 难怪 我刚才就觉得摇滚精神就像哥里的那只鬼斗虫 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害怕 勇往直前的冲刺 看来不是我的感受能力太差 那小宫呢 我呀 因为我一直以为会在歌词里听到那只狗的故事嘛 最后却没有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一种寓意 如果没有那只狗 也许就没有受伤的小动物 没有受伤的小动物 就说明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就说明世界和平 哦 原来小宫的摇滚精神是世界和平 我吗 我倒没想那么多 我主要在担心老大这次把小纸条丢进了天守阁 不知道会不会被天领奉行找麻烦 这样看 任小姐的摇滚精神是保护荒龙派 阿仁 我用担心那种小事 要是那个雷电将军看起来的小水条 一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庆典的 我也觉得肯定没问题了 不然平藏现在就该把一斗抓起来了 对了 平藏去哪了 还有星海和五郎 好像也不见了 哦 刚刚陆爷院童心说所里有急事 所以没来得及跟你们告别 不过他留了一个东西给你们 就在那边 至于另外两位 说是今晚还有真务会议 也先行离开了 托我转告你们一声 这几位行程如此匆忙都赶来参加了庆典 看来一斗兄所言非虚 荒龙派确实是在本地小有实力的组织 一斗兄 能和你合作 我感到十分荣幸 沙克兄 继功劳的时候 可别忘了旅行者 不少朋友都是冲着他来的 所以如果有下次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请上台 怎么样 直友 下次也让我们看看 你的妖鬼精神吧 江湖宫大人 那位天理凤行的侦探似乎 乌龙 不用太在意 小狗商会是我们与射凤行共同的计划 能避人自然更好 但终究不是目的 至少在当时成功救下了一些人 这就足够了 我更担心的是珊瑚宫大人的声望 毕竟那时 救下的伤者里也有幕府方的人 如果有心人以此做文章 别担心 也许这是一个契机 契机 如今我们与明神岛 都走在共处的路上 如果人们知道了战时 我们与射凤行所做的努力 也未必是件坏事 原来如此 五郎 依我看 与其担心这个 不如多担心一下西娜小姐吧 诶 西娜小姐 听说西娜小姐也在闲时月刊共之 人气颇高 容貌青春亮丽 在安抚人心方面的天赋 好像也不逊于你 所以说 是你的劲敌哟 珊瑚宫大人 我明白了 我会努力的 好 哎呀 我今天才知道 水至国度的摇滚月 居然能引动雷光 神子,前几日有奇怪的纸条飞入天首阁,要求我交出一只狗,所以我来看看所谓何事。 我还以为你有了羊宠物的爱好。 另外,沙罗也交予了我一封邀请函,虽然不曾听闻荒荣之名,但既是沉民之愿,我也当许以回应吧。 回应那鬼族的小家伙吗?那这位丰丹的音乐家,该如何回应才好呀?他的音乐,似乎是在谈论战争呢。 战争?或许我的答案也不能完美,但我知道,战争不应再起,世人也不应再受其苦。 战争? 可若那更大的战争要来呢? 一定 Listen to the more war. 便以此身前去应战吧 哎呀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 今晚的人们 应该都会站在你身边吧